看的是斗武对阵LN的第二局上半场地图是来到了永眠镇 东旋这边搬掉了机械师和前锋 放出了祭司啊 那祭司带着对吧 带着队友看看上来遇到的谁 哎就是祭司 老实说呢 上来撞连着祭司可抓啊 可抓 当然最好肯定找先知了 看呀东旋这边带的是淬火配传送 如果说啊 这边祭司交完都没什么机会 会不会选择就是换人 因为二十几秒以后传送好吗 淬火也就是三十秒以后了 追祭司第一个洞打 拉一波 哎一个一个202我去 这对吧 在战术性破淬火了 这就是 是不是战术性破淬火 好这边雕像一夹 那这里还是个地下室 跳下去往外走 然后一个洞反向打 打出去拉开 先知的鸟套不套 躲 躲 鸟 好的 这里鸟是扛到了 祭司还有一个洞的机会啊 因为这个时间点差不多能再去碰个洞 除非这边的雕像非常的准 想要贴边走 补夹 哎夹回来 哇 这一个十字 一个三脚夹 嗯 这个洞没交出来 有点可惜 交出来呢 他还能再牵制一波 这个抓人时间点的话 外面没有机械师的电机是肯定不够的 而且这道阵容越打到后面越疲软 先知的鸟浇掉了对吧 调射的香水打到后面的一个效果真的是很弱 只能看就是这波救完以后祭司自己了 祭司能二六呢 这把这把有机会能保平 如果二六不起来 我觉得这把偏向于一个东悬宝平真胜 然后看后续 比如说这边打个双倒什么的 有可能这个就是偏向于一个四抓的局了 打一刀就下来 哎哎哎 这 不不不 这这过半 双倒 这 这 这 感觉日本的选手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应该是有点紧张了 这边祭司上来奥利奥出现了一些失误 然后这个傭兵弹护壁走人又出现一个失误 重大失误 这没得打了呀 这波双倒过半直接挂飞的 一波传送看能不能保平 理论上面来讲这个保平交给我 这个监管者交给我呢 还有机会 但是你放给东悬嘛 难度就略大 难度略大 一个象形坟场 这边是有四个雕像 又妹妹摸起来 好这边先一轮雕像 没补中 先知这里不太好走 前面是大空地 前面是大空地 他这边一定要通过一些破板什么的拉开距离 但是你回升过来呢 我这边板子破了 感觉这先知也走不了 一刀直接倒地 还是个地下室 我觉得都可以不用挂地下室了 挂地下室没什么太大必要 往中间一挂 然后更多去干扰电机会更好一点 跑一个就行了 我觉得这把LN他们这边要做的是跑一个 跑一个 雕像来 这边有两个雕像 游民一个两连雕像 直接先打一轮伤害 然后这边游民交互必过来 两连雕像又好了 这边补 补第二个 再一个重合雕像 但是这里的话 游民是躲掉了 还行吧 这波救人还可以 这波救人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边都抽刀是击倒了先知 那傭兵救不了人 外面的电机差的太多了 这电机强势救上 无伤把人救下来 哇 这边又打了一个双倒 那没了 傭兵地上躺好 先知先挂上 然后等到先知挂飞以后去追强势 强势击倒这把就四抓了 冬璇首先 冬璇打的确实很稳很好 开局的一个追击 包括那波防守打的都非常的细腻 然后穷手这边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失误吧 两个因素加在一起 以至于这把是一个完全无解的一个四抓局 完全无解的一个四抓局 没有任何的悬念 香水放了 救下来 带着香水回不去 补夹 先把先知处理掉 小香师这边要去把傭兵摸起来才行 要把傭兵摸起来才行 然后慢慢地盘这个局 两列雕像一轮带走 挂飞 强势想要把电机先点开 这样的话至少有个地窖 傭兵交自摸起来 这个傭兵现在能做的只有摸箱子 传送 过来找人 调香师 四个雕像 有可能一个象形分场直接带走的 但是这边预判的一个路径是没有预判到 调香师看见这边有雕像直接反走过来 等你香水结束 好 雕像先衣补夹夹 夹中还差一下 一刀抽 没抽中 但是马上有个两连 马上有个两连 感觉这个调香师应该撑不过这个两连 这个位置的两连雕像很难撑 很难撑 这个位置的雕像因为太过于空旷了 调香师他首先不能够回身过来卡这块板子 回身过来卡这块板子容易吃刀 他只能往前走 前面是一个空地 空地的话两连雕像直接打中的 贴身的一个两连雕像是躲不掉的 这个版本的贴身两连雕像是躲不掉的 用兵这边被找到了一个护屁的用兵 没机会了 四抓 没什么悬念 但是失误总是有的 我觉得日服这边的选手还是有点紧张 毕竟是面对国内的顶级强队抖舞 所以说这边紧张 也是不是说不能理解 就看后续吧 因为他们第一局的穷者其实打得非常好 特别这个傭兵 对吧 在前锋受伤救不下来的情况下 傭兵那波补救还是很nice的 看看这边能不能盘 这个局讲道理呢 你摸一个球是不行的 摸根真可能还能考虑一下 而且这个版本的雕刻家 他是可以和雕像来找人的 应该是没了 拉往前拉 这边找角度看见了 好 手上面三个雕像 三个雕像 先补 拉球 拉完自己的全部球 好 一补一连雕像 再等 太流畅了 太流畅了 如果说傭兵那波能够顺利的半血救下来 求生者我觉得有机会能够把电击点亮 跑几个呢 一到两个 如果说傭兵把人救下来 半血把人救下来以后 这个祭司能够26起来呢 我觉得穷者能保平 是这样的一个点